不願Gate on而俏家 愛女生的她 拼出四間店 小安是台南四家銀飾店的老闆 她從夜市擺攤做起 十多年過去 旗下品牌除了走流行風的小安的店 還有著重手創和設計感的銀鏈 小安賣純銀飾品 也習慣以最純最真的一面飾人 大家就是女生男生一起出去玩 然後可能那時候很流行 溜滑冰 我們去溜冰那男生或女生會牽手 可是牽到我完全是沒感覺 牽到女生就會覺得 哇 怎麼會是這樣子一回事這樣 但她的性向 剛開始卻無法得到媽媽的認同 她希望就趕快幫我找一個好人家 然後幫我嫁掉 因為我們那時候家裡是在賣菜的 然後就幫我找一個豬肉攤的先生 什麼他兒子怎麼樣很好 然後要把我嫁掉 年輕叛逆加上不被認同 小安在國二那年開始跳家 最初住在朋友家 後來半工半讀 自己租房過活打五六年之久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買草皮鋪在地板睡 然後把我帶出來的衣服當作枕頭睡 然後沒有棉被 所以我是蓋著的是後外套的 不然的話就是煮泡麵 然後煮得很大碗 然後放久一點讓它膨起來 所以一碗當兩碗吃這樣 高職畢業後 小安先在夜市賣銀飾 靠著和客人搬亂的本事 生意做得有聲有色 但刮風下雨的夜市生活 實在辛苦 他轉而遷到門市 沒想到卻因此踢到鐵板 我以為夜市的客人會跟我去門市 後來才發現不是 會買夜市的人是不會買門市的 會買門市不會買夜市的 然而懂得懶客知道的他 卻有自己的法子 那個時候流行養迷你豬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養迷你豬在店裡 所以很多姐姐都是看到那個豬 很多客人看到那個豬就會進來 一路走來 小豬長成了大山豬 他也陸續開出其他門市 同時設計開發出 符合台南地方特色的 銀絲 蘭花系列等產品 文創手作課程 更是吸引不少客人 當然他也早和母親破冰 那一次晚上我在做夜市 我媽媽打電話來 狂呼 就是一拿起來 就聽到我媽的聲音 就啪 媽 就是啪 就哭了 就是整個就是 也不會講 就是很想他這樣子 在做夜市 那裡想聽到 Vacca 那裡想叫什麼 我要拍攝 我們知道 最愛的派 Saf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